在海边一栋老房子里 居住的三位姐妹 他们从小都是跟外婆长大的 父母离异 导致在外婆去世后 大姐阿信只用独自撑起这个家 苹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三位姐妹也长大成人 可却有一个噩耗传来 他们的父亲去世了 亲母美羊打电话来邀请他们三姐妹去参加葬礼 谈起这位父亲 三姐妹都非常感慨 因为她的情感经历实在太过丰富了 十五年前 她离开母亲找了一位小三 可小三后来因为得病去世了 所以父亲又找了一位妻子 也就是现在的继母美羊 三姐妹都不喜欢这位继母 因为感觉她非常的虚伪 其实父亲还有一位女儿 是与小三生下来的 她叫小雅 大姐阿信感觉小雅呆的继母家 貌似并不快乐 于是决定 将这位最小的妹妹 带到自己海边的老房子里 一起生活 在这里 家阿无拘无束 更是因为与三姐签家 伶俩相近 所以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说起三姐 她的工作是在家体育用品店里 对于店长 不知为何 三姐就是莫名地喜欢她 可因为年纪的差距 所以导致三姐只是没有开口 之后 三姐还得知了小雅喜欢踢足球 于是店长就将小雅 介绍给当地的足球队 参加训练 每次训练完 足球队都会到海报食堂这里聚餐 这里的老板娘 俄公阿姨 是看着三姐妹长大的 对于小雅的到来 她还是无比的欢迎 在这里 小雅收获到了快乐 亲情 以及友情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 她还会收获到爱情 而说到爱情 就得提到二姐家来 因为父母从小离异 只有大姐给了自己一点点母爱的感觉 缺爱的加赖 在恋爱方面 简直就是一个白痴 因为在她眼里 只要对方能陪在自己身边 比什么都好 哪怕她的对象 一个个都是一时无成的废物 也无所谓 就因为感情的事 大姐跟二姐吵了无数次 两人的观点 家案不同 可这也并不影响 他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一家人就像平淡温馨的生活在一起 可有一天 他们三姐妹的亲生母亲回来了 而她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房子给变卖掉 她认为这里有太多 让她不愉快的回忆存在 因为这件事 大姐与母亲吵得非常厉害 当年与丈夫离异后 她就丢下了三姐妹 一人前往北海道 这些人的辛苦 这些人的委屈 大姐都忘不了 而至于二姐和三姐 他们对于母亲就并没有那么多恨意 因为当年父母离开的时候 二姐和三姐 都还不太懂事 他们对母亲的记忆是朦胧的 同样也是渴望的 而此时的小雅 却还找大姐道歉 因为她很自责 都怪自然母亲 才会让大姐的家庭出现裂痕 可大姐却说了一句 让其他死等非等的话 傻孩子 不怪你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么的无奈 其实 大姐同样也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 她的妻子因为得病 而瘫痪在床 大姐很喜欢这个男的 而蓝人也同样打算离婚 娶大姐 并打算带大姐出国居住 那一位女人不想要名分 大姐同样也想 可蓝人要出国深造 看着自己几位姐妹 尤其是小雅 大姐觉得自己不能离开 她跟蓝人和平分手 两人互相倾诉后 也都表示认识对方并不后悔 而之后 母亲却突然来找大姐道歉 她意识到自己亏欠的三姐妹 十几年的隔阂 随着母亲的一句道歉 就言笑云散 大姐同样也渴望拥有母爱 在离别前 大姐向两瓶妹子酒送给了母亲 因为她马上又要去北海盗了 这一次短暂的相处 让大姐突然觉得 自己真的非常幸福 可事实也就是如此 四姐妹的生活是那么的无拘无束 每一位姐妹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有一次 大姐带着小雅 来到父亲生前最喜欢去的地方 在这里 大姐突然思念着 自己那混蛋父亲 可小雅的情绪 却突然有点伤感 她也想自己的母亲了 她真的好想好想 可意外总是喜欢找上幸福的人 恶公阿姨得了癌症 从小直到大的便当出产地 海猫食堂 就要被阿姨的弟弟给变卖了 阿姨一生的愿望 就是希望海猫食堂 可以永远永远地开下去 最终 阿姨还是走了 晚和自己母亲存在的阿姨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三姐妹都非常的伤心 好在海猫食堂 依旧被保留着 参加王葬礼的四位姐妹 走到海边 她们是那么的美丽 是那么的善良 她们的生活是那么的温馨 是那么的幸福 她们感谢上天 让她们四姐妹 相聚在了一起 片名 海杰的记 一部非常温馨 平淡的影片 我们许多人的家庭 都是完整的 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单亲家庭 以及孤儿 她们的感受 只有精神体验到 失去其能的痛苦 才能明白家人 对自己的重要性 如今的生活 基本都能吃饱穿暖 我们过的时代是太自若了 根本没有想过这些条件 从而来 她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姐姐 你的长辈 她们辛苦打拼而来的 朋友的一个聚餐电话 递不过家人的聚餐电话 其他人认为 反正家人随时都可以见 一次聚会不去 也不影响什么 但你错了 父母 还有长辈 她们已经一天比一天的老了 谁也不敢保证意外 会不会降临 别等醒悟后 才后悔当初 为何不多陪陪自己的亲人 家人 永远都是心中的第一位 做人 就要懂得孝顺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集再见 继续 钧